内政部今天举行升职典礼 351名高级官员获得着升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邵木根表示 最新调查显示 国人对内政团队的信任度达95.1% 是自2016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 邵木根也指出 内政团队人员必须努力维护公众对内政部的信任